好了,你現在聽的是正向分析九中聚 希望大家幫助手點贊、訂閱和分享 這個就是土耳其退休上教 Yusuf Alabada 他接受電視台訪問的時候說的 現在大家看到的東西就是以色列重新發動這個戰爭 這可以叫他第二階段戰鬥 現在這個土耳其退休上教 他就說這件事在第二階段的時候就會不一樣 對於以色列來說,戰爭的代價也是巨大的 你可以看到內塔尼亞湖政府,他試圖在裝作 他裝作什麼呢?就是致力於消滅加沙北部地區的哈馬斯 並且不斷在說我們現在正在實現這個目標 但是現實的情況是不同的 現實的情況就是內塔尼亞湖 他就是想實現他自己的政治目標 而不是以色列的軍事目標 以色列重申了什麼呢? 他就說要摧毀哈馬斯 這就是那個承諾 但是其實實際上是不是能摧毀哈馬斯呢? 你經過第一段的戰鬥之後 其實你已經製造了... 以色列是製造了更多的潛在哈馬斯出來的 你可以不叫哈馬斯的 就是你消滅了哈馬斯,他就有哈馬D了 就是哈馬D之後就有哈馬E了 哈馬E之後又有哈馬F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可以用一個高強度壓迫的方法 或者是...嚴格來說是屠殺的方法 但問題就是屠不了所有人的 所以他是繼續種一些仇恨的 這些一種仇恨的話 你就有哈馬D、哈馬E了 可以肯定的 那麼... 還有這個土耳其退休常教 這個阿拉巴達 阿拉巴達 Yosef 阿拉巴達 他就說 哈馬斯他們存在的原因 某程度上是... 這個是以色列多年佔領的結果來的 那麼... 以色列當然是希望確保自己的安全 但是呢 只要你殺人 只要你將人在家裡掃蕩出來 只要你佔別人的土地 只要你在約旦河西岸的田裡面殺人 整個以色列都不會有一個安全的地方 你只要繼續做這些事情的話 還有他沒有說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當你使得... 巴勒斯坦人找不到食物的時候 尤其是他們在加沙做的情況 在加沙就很明顯了 沒得找食物 沒得發展 就困了一些人在那裡 那麼... 這些狀態就一定是資生極端主義了 一定是資生極端主義 如果你說資生極端主義不必要再打 尤其他人去消滅他 說不行的 你再打的話他又會再有極端主義資生 這些很容易而已 因為有壓迫就一定有反抗 這個是... 很自然的現象 在約旦河西岸 那些... 以色列的定居者 或者殖民者 那些Satellis 他們... 製造到一個環境 就是巴勒斯坦人都很難找食 巴勒斯坦人... 在約旦河西岸的日子 當然比加勒斯坦的日子更好 但是... 都是大領落的 以前呢 我也說回 尤其是內塔尼亞湖沒有做... 中間沒有做總理那幾年 其實那個情況就比較好 以色列的軍隊 都會掃蕩那些... 就是定居點的人 就是以色列自己走過去 去搞定居點的定居者 不是政府搞的那些 而是自己搞的那些 那些人是很離譜的 那些人是霸佔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在上面建一間爛屋 然後就說這塊地是他自己的 就是他們那些人... 很瘋狂的 你看他們的訪問 他們說... 我們有證據的 證據是什麼呢? 就是聖經 你看看聖經就知道了 這些地方是加南地 是我們的 因為... 約旦河西岸那裡 其實嚴格來說就是加南地 在聖經那裡就說 這個地方就是... 上帝應許的土地 是拿著聖經出來說的 如果那些定居者可以這麼瘋狂的話 你看到根本很難有和平的 那麼... 就是以色列重新發動戰爭的時候 當然有其他消息走出來 這個又說一下哈馬斯 他那個高級官員 這個就是叫做... 奧三... 函丹 他就接受電視台訪問了 也都是 他們就說以色列一直在破壞... 延長停戰協議的一切努力 這個鹹蛋就說... 在臨時停火的七天裡面 以色列每一天都以破壞整個進程的方式行事 昨晚還在討論延長的臨時停火 哈馬斯他們就說... 這個鹹蛋就說... 非常清楚... 調解員提出的一些選擇 那麼... 哈馬斯他們就接受了三項建議 但是這些都被以色列拒絕了 哈馬斯那邊的這個鹹蛋就說... 過去和現在都仍然對所有努力抱著積極的態度 但是以色列人就拒絕了 就是這樣了 現在的轟炸就來自四面八方了 現在大家都看得到發生什麼事 在... 嗯... 加沙地帶的家庭就看到這些情況 這些轟炸聲就... 陸地、空中、海上 都是有射過去的了 那麼... 轟炸就來自四面八方 那麼... 當然... 那些小朋友當然會有問題了 那麼... 一個... 就是加沙地帶裡面的記者的女兒 他就問這個問題 八歲的 那個女孩是... 是不是又打仗了 那麼... 沒有辦法了 記者的老公就要解釋了 就是過去七日平靜的日子 只是暫時休戰而已 戰爭就沒有結束的 那麼... 當然就是... 小朋友就很難理解這麽奇怪的事情了 就是你可以打仗,然後暫停 然後又再戰爭 然後又暫停又再戰爭 其實呢... 年輕人一看就知道這些戰爭是不合邏輯的 就是停完又恢復,恢復完又停 那麼... Long King 88就說 以色列放多少人都一樣 可能死得更快 那我不知道 那麼... 那麼法國呢... 他就有呼籲了 收拳了就是老美這次不再出聲 美國有出聲的 剛才我們也有說到美國如何出聲的了 就是他現在針對那些約旦河西岸的定居者 現在還有另外就是... 法國就... 對於以色列和哈馬斯的停火協議結束 就表示遺憾 那麼他們那個外交部長 Kathrine Kolona 她就在杜拜那裡說 這個休戰協議破裂就是一個非常壞的消息 令人遺憾 因為呢... 沒有帶來任何解決方案 而且呢... 令到... 現在出現的問題的... 解決呢... 這個因為他又回應了 那麼... 之後很難解決這個問題 是... 變得很複雜 那麼... 這個Kathrine Kolona 她就說 恢復這個休戰協議 就是最關重要的 那麼... 還有... 一定要釋放已經在極其困難... 困難的條件下 度過了55天的人治 令更多的人道主義援助 就能夠抵達加沙 並且呢... 還一定要有時間 在加沙地帶分發這些人道主義援助 因為呢... 那裡的平民正在遭受苦難 這個呢... 就是... 法國外交部長 Kathrine Kolona 說的 現在知道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 在汉尤尼斯... 在這個... NASA Hospital 附近那裡的... 平民的房屋呢... 就成為了攻擊的目標 現在整個加沙地帶呢... 都是被以色列軍隊... 在轟炸中的了 那... 剛才我說過有70個人死了 其實裡面呢... 還有兩個是醫護人員來的... 知道的... 還有記者... 還有呢... 就是幾十人受傷的... 那... 現在有很多人呢... 就在NASA Hospital 那裡... 和親人到最後的告別 不過呢... 這個呢... 就不是... 加沙地帶唯一... 一個... 就是... 受到襲擊的醫院... 那麼... 在加沙北部和中部地區... 就是... 以及... 南部都是... 那些醫院呢... 都是有受傷的人員 但是現在呢... 真正能夠運作的醫院 只有三間... 而運作中的醫院呢... 都是不足夠醫療用品的情況下的運作 那麼... 那麼... 以色列一個小時之前呢... 他就放了封給路透社 找了一個官員... 放封給路透社 他說呢... 以色列可以透過談判或者其他方式 確保... 加沙哈馬斯扣押的人質呢... 就獲得自由 那麼... 這個呢... 就是他們那個... 外交部副總幹事... Odette Joseph 那麼... 他就在杜拜那裡說的 也就是... 以色列呢... 仍然致力於確保釋放所有人質 並且摧毀哈馬斯 那麼... 他就說呢... 當然... 我們會再次希望找到一種方法來確保 所有被綁架的人呢... 都被釋放 現在呢... 還在討論著一些細節 不過呢... 可能會透過其他方式 但是... 他就沒有說過其他方式是什麼 那麼... 那麼... 德國呢... 的外交部呢... 就說... 國際性... 不是... 國際社會呢... 必須... 竭盡全力確保加沙的優戰呢... 就得以繼續 那麼... 這個... 外交部表示呢... 必須努力確保哈馬斯 不會... 對... 以色列的存在 構成威脅 並且解除他的武裝 那麼... 這一點呢... 就要結束巴勒斯坦人 和以色列人的... 苦難 那麼... 這個呢... 就是... 外交部... 在... 這個... 德國外交部... 就是在推特... 或者X那裡說的 當然啦... 這個也意味著... 哈馬斯必須放低武器 只有這樣做... 兩國解決方案呢... 才能夠... 開始... 政治的工作 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呢... 就提供一個安全的情況 來... 輝人類命的共同體呢... 就說... 內塔尼亞胡呢... 知道戰爭完結那天呢... 就是他下台那天... 還可能會沒命呢... 所以呢... 他不會被戰爭停止... 除非種種滅絕了... 呃... 他有... 可能會做... 一些很離譜的事情... 這個... 但是... 現在你說暫時是不是... 呃... 就是... 他是... 沒得商量的... 那... 我的看法呢... 就是... 未必... 未必... 他可能是有得商量的... 喏... 現在這件事其實是有時間搞的... 沒這麼快完... 那麼... 聯合國被司長古特雷斯... 他就說呢... 由加沙戰鬥重新開始... 就表示遺憾... 那麼... 那麼... 古特雷斯就說... 希望呢... 就能夠可以再次暫停戰鬥... 那麼... 那麼... 古特雷斯在推特的鐵文那裡說呢... 就說... 就是... 敵對行動重新出現呢... 只是表明... 真正的人道主義停火... 是多麼重要...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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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的人呢... 幾個小時之前已經說過了... 其實都沒有停過的... 到現在都沒有停過的... 那個轟炸以色列體... 那麼... 那... 有些事情真的沒有辦法了... 好了... 那麼... 那麼... 休息一會兒... 那麼... 那... 待會回來就說說... 那個盲友的慘況... 現在休息一會兒... 好... 好... 能ят... особ成為不方面的! ��면, 好... oma... 他自家人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